今天與會的各位貴賓 很高興有機會來參與第三場次的主持 還有聆聽我們三位非常重要的貴賓的分享 我簡單做個開場 因為現在大家ESG已經變成是一個社會 當然包括企業民間團體政府的一個很重視的面向 但是經濟的部分 因為經濟永續本來大家就很重視 那已經慢慢移轉到環境永續 但是社會永續一直在我們都認為很重要 但是具體化的落實 還是就是有一點這個落差 那特別是在現在談這個近年轉型 或者是綠色轉型 歐盟開始 但是全世界也都在講說要落實公正轉型 所以公正轉型的這個面向跟我們的這個社會永續 要怎麼樣做結合 那鑑於這些年來 企業本身因為市場的機制跟壓力 很積極的在推動相關的這個標準 那今天這一場我們邀請了三位 第一位就是第一位是我們的董建宏市長 那市長基本上會從這一個 因為新政府上台就談到說要擴大社會投資 過去我們在這個民間或企業大家都認為 好像這個社會轉型基本上只談福祉 它沒有創造機會 所以事實上新政府談的擴大社會投資 一方面能夠這個支持這個公正轉型 再一方面就是要創造這個經濟發展的機會 以及就業這個機會 那當然首要之務就是透過社會部門最重要的這個社宅的 這樣的一個新的這個政策跟推動的機制 來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國內要推有關這個社會的這個永續 這個永續的這個轉型 那當然歐盟已經這個啟動很明確的這個社會分類的這個標準的 這個機制 那甚至就是一些經濟發展的這個就是類企業 像東南亞東協 其實黃啟銳教授就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歐盟聖獲士這個東協 基本上在推動這個社會分類標準這樣的一個進程 那當然就是作為這中間的分子 那現在台灣這幾天 大家在國際的能見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有關我們的這個社會的這個永續的標準 那甚至更廣而言之的這個社會的這個轉型的這個做法 到底可以怎麼樣推 那我想黃教授會分幾個城市來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剛剛我們私下在跟幾位這個就是speaker在討論的時候就笑稱 所以台灣因為這個社會永續轉型標準的 你看黃教授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第一件事其實就會跟什麼跟勞工 他的有尊嚴的這樣的一個工作的環境 還有勞資關係 那這個是很傳統我們在職場上面 很受到重視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長期以曝光文化 作為我們職場文化的一個就是慣場 那怎麼樣讓我們要進到有智慧的跟永續的這個生活 這個我們勞動的條件跟勞動關係的這個改善 會其實是第一個部分 那當然扣回來剛剛第一部分講社會投資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well being 其實是社會永續很大的很重要的這個面向 那這第三個這個面向就由我們一直以來在這個勞動關係 非常知名的新比農教授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我們就盡量把時間保留給三位今天的這個講者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就邀請第一位講者 那個次長 董建宏 董次長 來 次長請上臺 好 那個謝謝主持人周淑琴老師 還有今天幾位語談的學者專家 馨老師跟黃老師 還有我們的主辦人周桂田周老師 那也非常感謝富方集團邀請這麼多 國內外重要的學者專家以及我們的在場的與會貴賓 到底一起來 好 那我是董建宏 那我原本在中興大學任教 我的專長是都市計畫相關 那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到內政部來服務 那也非常感謝周桂田教授的邀請 有機會來跟各位報告 新政府在未來我們大概會在做什麼 那我想就如同剛才周淑琴教授所提到的 整個的社會轉型的過程裡面 公正轉型禁令轉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麼賴總統在上任的時候明確宣示 我們國家將會進行禁令轉型 也會均衡台灣 這兩個其實是一個是科技技術的策略 一個是社會政策的策略 我們希望將科技技術跟社會政策 做一個完整的結合 讓台灣社會在過去八年的基礎之上 再往前走一步 因為這個的轉變其實對台灣社會來講非常重要 那我想對台灣來講 我們大概重點對內政部來講 我們就會放在社會住宅跟住宅本身 它怎麼樣子透過不同的政策的引導 讓整個社會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 那當然社會住宅的重點其實是去實踐居住正義 但這裡的居住正義其實關鍵就是 讓所有的人能夠有一個安心居住的選擇 我也要特別再一次跟各位報告 社會住宅的關鍵依據住宅法 其實是我們會有60%的一般宅 跟40%的針對經濟弱勢社會弱勢的住宅 也就是說社會住宅的重點 除了照顧社會上的經濟弱勢跟社會弱勢之外 我們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實是要輔導跟協助 在座的許許多多需要住宅的年輕人 他們在人生進入職場的開始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負擔方式 比如說不用一開始就去背負房貸 或者說一開始他們就可以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居住空間 穩定的居住環境 在這個居住環境的狀況之下 大家努力的去學習 努力的去往上爭取更好的工作機會跟發展 透過這樣的方式 一個穩定發展的模式 透過3加3或6加6等等的形式 但是在未來大家可以有進一步的機會 去住到更合適的空間 同時我們也讓新一批的年輕人 有另外一個機會 進入到這些住宅裡面 所以我們在未來 我們從過去50萬戶的社宅 我們會進一步推動到 未來有百萬戶的社宅 這百萬戶的社宅 包括我們直接興建的部分 會達從原本的12萬再加13萬 總共25萬戶 那包租貸管跟租金補貼 總共抽起來會有100萬戶 我們其實就是要讓大家 在住宅的負擔上面 下降到最低 也就是說我們在住宅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希望讓大家 在生活的成本上面 他不用負擔超過一半以上的薪資 在住宅這件事情 而是能夠落到大概將近三分之一左右的水準 所以我們儘量在全台灣所有的地方 我們都去興建社宅 大家當然會講 社宅最需要的地方應該是北台灣 是 我們也很積極的跟北台灣的 三個都會區進行合作 尋找公有的土地跟重要的土地來興建 可是我們也不要忘了 社宅的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是搭配了我們地方創生等等的重要的重業 我們希望讓台灣的人口 能夠再次的均衡發展 今天我很榮幸能夠再次被邀請到台大來演講 30年前我從台大畢業 我進入台大就讀 那在當時我們已經發現 在我那個年代 台灣的能夠進入台大的學生 其實已經出現了都會性格 也就是在30年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能夠進入台大的學生 已經不再是全台灣的各地 而是主要都會區 比方說台北 台中 高雄 那30年後的台灣 能夠進入台大的 我不知道周慧田老師有沒有去理解 現在能夠進入台大的學生 我們依據2012年 依據2012年左右的資料 我們發現 能夠進入台大的學生 每100個人 有一個是住在台北市大安區 這個其實是一個高度不均衡 也不公平的現象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社宅政策 在全台灣廣泛興建社宅 提供有創意的年輕人 想要返鄉貢獻的年輕人 他可以在台灣的不同地方 找到合適自己居住的空間 然後在那個地方扎根 在那個地方為台灣繼續打拼發展 那這樣的社會住宅 我們就希望說 它不僅僅只是一個住宅空間 它必須要是一個 符合整個整體社會韌性 環境韌性的一個好的居住層次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面 住宅中心在做環境規劃的時候 它就不是只是做單純的住宅規劃 它把周邊的社會需求 把周邊的環境需求都納入 我們透過良好的空間設計跟綠化設計 讓整個的環境變得比較人性化 而且也變得比較低碳化 那我們也採用了綠色工法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預祝工法 跟系統模板 因為各位也知道 隨著台灣的少紫化的狀態 事實上我們在勞動力上面的取得 其實是越來越困難 而大量的興建設宅 其實也連帶的擠壓了台灣的 相對來講的勞動市場 我也必須跟各位報告 自從台灣在過去八年 我們的卓越的經濟表現 台灣現在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產業的投資基地 我過去之前曾經在高雄市政府服務 高雄市政府自從把台積電拉攏到 邀請到高雄來投資之後 其實不只台積電 台積電的上下游產業 包括默克等等 全部都跑到高雄去投資 所以高雄的勞動力其實已經有明顯的不足 因為我們有太多工廠要興建 我們有許多的環境要做改善 這些公共投資包括捷運等等 所以我們透過預住工法 透過系統模板 一方面降低我們在勞動力上的需求 一方面也達到節能減碳的狀況 減少在營證過程裡面的能耗跟廢氣 我們透過良好的建築設計 一開始就先構思好相關的建築想像 那透過預住的模式 就可以減少很多工法上的需求 工法上的運作 跟包括現場灌漿等等的一些能源上的浪費 那我們在設計的過程裡面 也包括使用各式各樣的節能的設備 這部分我們也跟經濟部合作 將所有的節能設備放進裡面 因為要跟各位報告 建築在興建過程裡面其實是有兩個部分會排碳 第一個部分是建築在蓋的本身 我們是固定碳 比方鋼筋水泥這些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營運碳 就是一棟樓在蓋完之後 我們要住要經營管理 像現在其實就在耗能就在耗電 我們怎麼樣用更有能耗的方式的想像 來把一些設計規劃 然後將相關的系統 用科學方的方式 用好的材料放進去 這一方面也是提升台灣的產業結構 我們推動更好的產業的發展 讓這些生活的必需品 全部都達到一個節能化 節能節水 讓台灣的水資源其實是越來越珍貴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透過一個好的設計 讓整個環境其實都能夠達到一個節能的狀態 使得整體的建築 它的外面的環境是舒適的 內部的環境也是舒適的 所以我們未來的建築就跟電器一樣 它都會有能效標籤 所以在座各位年輕的朋友 如果你們以後要買房子 請注意有能效標籤的房子 在你未來在居住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會大大降低你的生活成本 所以我們會用循環經濟的概念 在經營我們的社宅 在這個社宅的經營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一開始用循環建築 循環營運的方式 將所有的資源能夠做一個recycle 使得它本身具有經濟效益 它不會是成為一個 過去我們常常講 社宅好像早期的國宅 注意住好像越住越糟糕 不會 我們會用科學的方式 來做一個環境的管理 那包括比方說像個別 我們用冷氣的方式 透過科技技術的一個運作 我們透過那個智慧電表的控制 我們就會讓這些營運成本就下降 所以智慧住宅其實是一個 循環經濟推動的一個機會點 因為它是國家在興建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會採用最高的標準 那希望透過一個能效的方式 然後透過社區化的管理 也就是說社會住宅本身 它並不是只是住 我們要讓更多人去理解 住本身 住宅的重點是拿來居住 而居住的本身是一個社區共同的經營 它不是只是單一我個人住進去就好 像我們現在很多社區管理委員會 績效不髒 其實就來自於說 大家的互動性還是不高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社宅的方式 透過一些系統的連結 包括一些資源的共享 讓大家一起來共同思考 我這個空間怎麼樣共同居住 怎麼樣子共同經營 使它的績效能夠更高 所以一些分享經濟的模式 也會在這個社宅裡面逐步去推動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分式 包括資源的循環利用 包括所有的系統性使用的 家電設備的產品的生命的延續 還有生活環境的共享 我們的以租代買的 這樣子一個系統化的服務方式 還有資源的再回收等等 讓社會住宅本身就具有經濟規模的想像 它是一個台灣社會不僅僅只是社會福利的概念 而是新的經濟模式的典範 那這樣的新的經濟模式是建立在 我們過去超過20年以來 我們在綠建築節能設計上的基礎 也就是說台灣其實不是從零開始 政府不是從零開始去講這件事情 而是我們累積了過去20年以來 從2004年以來 我們其實就很積極在推動綠建築 透過綠建築的方式來改變我們的能源使用方式 我記得在我們還在念書的時候 我想周貴田老師跟我 我們都常常上街頭去抗議核四 那為什麼要核四 政府都說電不夠 可是後來我們為什麼可以廢核四 其實很大的關鍵是 在2000年阿扁總統執政之後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所有的環團要求 國家的所有的能源標籤 所有的能源的使用設備 必須開始轉型採用節能設施 我們也讓台電去推動智慧電表等等 這一些大的系統的服務使得我們 包括綠建築的推動的主張 開始有所改變 讓我們的居住環境生活空間有所轉換 所以台灣的氣候結構不同 我們跟全球地球結構不同 所以我們面對所謂的亞熱帶的濕氣氣候 我們當然在整個建築設計上 跟別的國家就不一樣 而這樣的一個建築設計結構 我也跟各位報告 它其實就是一個產業 它是一個台灣具有特殊性 可以向東南亞行銷的產業 全世界在講溫室氣體碳排 全世界在講什麼節能減碳的一些標籤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些標籤那些建構 都是建立在歐盟的基礎上 可是台灣我們因為亞熱帶氣候的結構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 東南亞國家他們想要的一些標準 所以這些標準這些指標 我們透過這些環境的空間的改造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自然環境 包括建築外殼的改善 包括自然採光的方式 我們的空調系統的改變 還有我們的能源管理 這些東西都可以成為我們未來 在行銷到東南亞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那我們有很多的一些SDG的方式 那我們也會結合國家的再生能源的運作 讓我們的整體的建築物的節能 能夠達到淨零碳的狀態 那透過一些綠色標籤的一個發展推動 我們會讓整個整體的環境 導入ESG導入一些環境的狀況 那最重要的其實是 我們的社會住宅已經在進行這樣的一個建構模式 那我們也鼓勵企業投入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特別是我們鼓勵金融機構 政府會鼓勵要求金融機構 你如果願意投注在營造業等等的這些新的建物 節能方式我們會優先給予更好的信貸 那除了給予更好的信貸之外 我們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貸的一些利率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金融企業能夠投資優良的建商 投資環保的建商 透過這些優良建商環保建商 改變我們的居住營建環境跟模式 使我們的綠建築能夠成為普遍全民的共識 那這樣的共識當然就會達到就是說 也要跟各位報告 所謂的綠色通膨基本上是不太合理的 但是要改變大家對綠色通膨的概念 就必須要請我們的金融機構 金融單位比方說像富邦銀行這些 願意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在投資的過程裡面 我們尋找願意跟綠色產業合作的這樣的一個建商 那新建綠色的住宅 這樣子我們的國家就會慢慢的逐步逐步 邁向一個節能環境 我再一次跟各位報告 住宅本身是兩種碳 一個是固定碳 一個是營運碳 我們如果能夠採用綠色建築 淨銀建築 事實上是會降低大家在經營生活上面的成本 而這樣的成本的下降 正是整體台灣環境 能夠對全世界最大最好的貢獻 所以我們會有推動那個黃金標章 那也會結合綠色金融 我們希望能夠在更多的部分能夠跟全球合作 包括我們推動的綠建築標章 已經獲得國際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的一個認可 所以它也是一個可購買的一個項目 所以其實金融機構的投資 對於整體的環境和綠色資本其實是有幫助的 它不是綠色通膨 而是綠色資本 是一個國家可以進一步向全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綠色金融建築結合綠色金融是我們國家未來發展的趨勢 我們也再一次呼籲我們趕快建立全民的共識 我們就是要居住在一個綠色的環境 綠色的建築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節能體系 透過這樣的一個科技的運作 跟社會投資的方式 我們讓整個國家進一步往前邁進 達到均衡台灣的結果 再一次謝謝大家 謝謝